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在11号这天有一场开学日活动 校方特别举办了一场银心 让新生银心闯关敲幸运罗写祈愿卡领取梦想金 北城河大还表示 新学期特别安排加强新生的外语能力 专业素养还有就业的能力 特别接洽国内约400家厂商和海外实习的热门职缺 让新生们梦想起航 少子化的海啸近几年已经冲击了许多的专科院校 提前与企业实习已经成为趋势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在今天举办了开学日活动 靠着国内外实习生 让学生烫金学经历 开学特别举办了城市奇愿 梦想起航做事我最傲的活动 让新生闯关领取梦想金币 展开全新的大学生活 也培育了非常多国家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我们的毕业学长姐们在各行各业 都有非常优秀以及杰出的表现 从今天开始 各位同学们 就由城市大学 跟大家一起攜手 共创未来 这一周 学校借由相当多数的新生训练相关活动 让同学里面能够认识学校 展开多元而且活活的大学新生活 新生入学先练兵培养校园新三历 包含了外语能力 专业素养及就业能力 而城市科技大学实习的人数破千 国内外厂商将近有超过400家 而包括了台积电 南亚科 精华 台兴全联等知名厂商 还有和电视台产学合作的大型歌唱选秀节目 让学生实际参与乐队录影演出 而疫情过后海外实习破百轮 以日本澳洲最为多数 包括了王子饭店 滑雪的学校 澳洲上海天同餐饮集团等等 而饭店餐饮观光休闲成为海外实习的三大热门职缺 我是行销系的 那今天的这个活动是我第一次参加 然后我希望在未来能够去海外校外实习 然后增进自己的外语能力 我是第一次来大学 我是第一次升上大学 所以说我会觉得大学这样子非常特别 因为高中不会有这种东西 然后我未来希望可以去日本留学 然后实习 实习家留学 对 学生说来到了城市科技大学 最大的梦想是在可以有许多的实习机会 让他在学习上可以有许多的实战与企业的工作经验 而今天开学日现场也超级热闹 由学长姐带着过去到海内外学习的学习经验 穿着空姐 飞修服 除师服 滑雪 潜水装备等等 展现出职人精神 为新生开学迎新闯关 敲信运罗 写祈愿卡 领梦想金币 让新生有满满的能量 而学生不一定很会考试 但要很会做事 透过国内外的实习 为自己的职业烫金 记者是端一淡水采访报道